这个岛上有一个海豹群 好肥 咕咕列扎咪 食图的小可爱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Yuppi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现在还是在法国的布列塔尼 今天我将和我布列塔尼的一个朋友 上岛去赶海 就不知道有什么好货了 赶紧出发 你好 我是Shanan Shanan Ro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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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朋友Niko 然后这就是他的一个家庭 出发了 今天我们要去了这个保障地方了 它是一个保护区 那个岛屿是不能够上的 但是周围可以赶海 你看那个战斗机 因为布列塔尼大区是法国的军事要地 比如说布列塔尼的布雷斯特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法国最大的军港 然后那个地方还造航母什么的 所以说在这个海域上经常都会有什么军舰啊战斗机啥的 要到了到了 哎呀开了30多分钟了 这个岛呢是一个保护区啊 大家看上面有很多鸟啊 是不能够登岛的 只能在附近的海域 然后赶下海啊 你看前面有一个灯塔 岛上有一个灯塔 之前小伙伴经常爱抬我一个地方 就是布列塔尼的那个灯竹灯塔 很高那个大浪一飞一飞的那个 值班一年啊能得百万啊 没有了啊没有了 灯塔还在 但是现在已经是全自动的管理了啊 就上面已经没有人了 别想这些外门鞋到一百万 哪那么容易震 像这样他会留在沙坡之后 然后他会回到沙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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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沙坡之后 哇这个地方一看就是有货的样子 看这个情况啊 现在潮水还没有完全退 他们现在要把那个船拿远一点 因为那个潮水会退到那个后面去 嗨啊同学们啊 今天是要大干一场了我跟你说 来写一个Yuppie 好啊 好啊 记得点赞收藏啊 这个岛上有很多鲍鱼啊 我们现在先准备捡一下鲍鱼啊 来看一下有没有 5厘米啊 那个虾要长到5厘米才能够吃啊 他们都非常遵守规则的 是什么就什么 哪怕就这么小一个虾啊 长到多少厘米 他们都非常清楚 别看小孩子啊 很遵守规则的 这是啥海星 你看那么大 看见没 哇天 好漂亮 鲍鲍鱼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鲍鱼是不是合格的 完全合格的 差不多有10厘米 10厘米 这个鲍鱼 很漂亮 看怎么我试试 这是第四尾 它的手掌正好有9厘米 这个鲍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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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我都没看见 今天要鲍鱼大丰收 我感觉 这个差一点 这个差一点 鲍鲍鲍鲍鲍鱼呢 像黄瓜一样 这玩意儿是海参吗 我没见过 不是海边的 我们就 啊 海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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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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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个黄瓜一样 你看那里有个海豹 看见没有 它在观察 看见没脑袋暗中观察 好可爱 这有一个大的海星 那么大 看见没有 据说这个也能吃 我也不知道 说这里边这一节能吃 这下来全是它的小小角 小触角 全是小的 有一些小的鲍鱼 这肯定不合格 这儿 番茄 一二三 这太小了 太小了 对 但在咖啡的核酸 我们有第一个 是鱼 鱼 第二个 鱼 鱼 差不多是 鱼 鱼 然后是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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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鱼 我们在里面 在里面 看 Let's see 紫色的海胆 好漂亮 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 先拿着 睡一地吗 没老司机带 你都不知道 我告诉你 这有小的 一个两个 你看这个只有那么小 这个是小崽崽 这儿还有一个小海星 小海胆 看这里 两个小的海胆 那么点儿大 看见没 健身运动开死了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 海胆 但都很小 你看这儿 有一个稍微大的 很小 这没什么肉的 得 放回去 你看这种保护区的 这种环境好好 全是海带 这个不是海葡萄吗 看这一块 暴雨 太小了 太小了 这个尺寸 这儿还有一颗小的海胆 这个是海星了 这个岛上 我发现好多海星和海胆 特别多 哎呀小海胆 哎呀小海胆 哎呀三个小海胆 啊好像一坨肥油 在那个炸弹上面晒大雅 那愚蠢的人类你可不要靠近我 否则我就炸下水了 假装在这儿抱一样 哦哦哦哦哦 准备过去凉一下 哦这儿也有一个 这个明显小 看见没 这个跟我手上的明显小 这个肯定是要不了的 这是一枝 啊啊 变鱼 但是它太小了 对 太小了 它放了 因为它太小了 它被固定下的枝 OK 它就会留在那儿 它被固定 哦 来了 有这大的天鹅融蟹 A3 这个天鹅融蟹那么大 这个很凶啊 那么大一个 可以哦 来 阿当 来 这个鲍鱼你看 掉下来了 这 看见没 Miko告诉我 就是说现在这个鲍鱼越来越少 就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石头 下面都寄生了那个 叫什么海胆 大家刚才也看见了 有那个海胆的话 那个鲍鱼啊 就不会在那块石头上生活 它有可能就暴露在其他地方 现在布列塔尼这边呢 章鱼啊 这几 这两年泛滥了 章鱼就会吃那个鲍鱼 很多鲍鱼都被章鱼吃掉了 现在 因为现在呢 是在布列塔尼的南部啊 潮溪的这个落差不是很大啊 这个地方就比较少有龙虾啊 看 那种沙滩上啊 嘿嘿 你们肯定没见过这个东西 这种是在沙滩上啊 生活的一种海胆啊 就它是在沙子里的 看它的脚 它的脚还在动 看 这脚脚就能刨沙子 它跟那种生活在水里的海胆啊 就扒在石头上就不一样了 它生活在沙子里的 这个我反正就不吃了 来给 放点 你看 它们一家人啊 都会把这种 就是在海边上的这些垃圾啊 捡走啊 就为了环保这种大潮溪来的时候 我就会有 他们在找那个蜜 海棒 你要在这上面踏 然后它会飙水 你看 海棒 应该是棒吧 之前就有人教过我怎么走 因为这个海棒啊 它不会像沉子一样 到处游啊 它相当于只会往下钻 所以比起撑子 它更好抓一些 两时间锁一下 起来 这个太大了 那么大 那么大一个河吧 这个是巨型 巨型老棒了 那么大一个 这个在找 泰河 就是蛤 蛤蛤 对 但是它是平常的 它是小的 哪里有飙水 这你看 蛤蛤蛤 可以生吃 潮水来了 咱们得赶紧回去了 谢谢 Miko说带我们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岛 这个岛上有一个海豹群 好肥 你看它冒着那个头 死岸珠观察 这边还有 这边还有 不能够靠它太近了 像这种岛都是保护区 你可以再远远地看它一下 但是不能够靠它太近了 哇 太岸了 太岸了 刚刚上岸了 你看这个海边上还有这种渔船 他们刚刚去补了鱼回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渔船上能卖些什么 哦 是那个 Langustina 小龙虾 像这种渔船只有每周四处去 哇哦 好漂亮 Niko一家 是熟点啊 我相信你 所以他们就一直帮忙这个渔船在收 因为Niko的一个儿子就在这个船上面工作 抓了一些面包蟹 蜘蛛蟹 刚补的鱼 它会把鱼马上杀了 然后直接卖 这是那个雪鱼 现在赶海赶多了 啥东西我都已经差不多知道完了 应该又是钓鱼 又是赶海 直接就在海边上就开卖了 哎呀 我看看我买点啥 看穿黄衣服那个就是 就刚和我们一起出去的那个 带我们赶海又亲自给我们抓鱼 抓虾 哇这个虾真的好新鲜 你看全身都是透明的 看见没 很漂亮啊 这个是熬虾啊 我一般叫它小龙虾 我现在赶紧回去 水煮一下就很好吃 煮来给大家看一下 走 鲍鱼挺大个的 咱先把鲍鱼处理一下 鲍鱼用勺子来挖 最简单啊 塞进去一挖就能挖出来 你看它后面有个柱状体 它是长在这个壳上的 你把这个柱状体用勺子一挖就出来了 这个东西只有深海里边有 所以全是要去那种深海冷水里边去抓 下锅 抓的这个 巨型河 海棒 我也没吃过 不知道这么做好不好吃 再烹点白葡萄酒 我给它烧一点 哎呀 这一锅美食 我的大海棒啊 好香啊 来尝一下这个熬虾看看 那么大一只啊 大家看到过这么大的熬虾吗 像这么大的熬虾 差不多在那海边上 就是25欧一公斤 差不多200块钱一公斤吧 大家觉得贵吗 因为我也不知道国内这个东西 卖的贵不贵 看打开 我这个肉 不过这个壳子跟那个爬爬虾一样 不太好剥 看这么大一六粥 一口都筛不下了 我的天啊 太好吃了 很甜 我觉得它比龙虾要好吃 更多有趣海外视频 记得关注有品 每周六更新 别忘了转评在三连哟